另外拐行交通意外消息 凤陵警分局南平派搜索远警在2号的上午 在凤陵镇台九县随风路口处 在北上车道有交通的事故 那么有关车是沿着台九县外车车道 南往北直行到该路段时 路口号直灯便换成了黄灯 刹车停等红绿灯 那么后方的车同向行驶外车道 由任性男子所驾驶的小客车 疑似天雨路滑 为注意到前方动态 刹车不及发生了追撞车祸 双方车辆均有车损 警方了解双方驾驶人均无人受伤 有合格驾照并无酒驾的情形 现场警方已完成规定并完成测绘照相 事故的发生原因有待专业鉴定单位的分析 以厘清造势的责任 在丰临镇台九县217.1公里 与永峰入口处北上车道有交通事故 经远警到场调查 系油罐车沿海九县外车车道 南方北执行道该处时 路口号是绿灯变黄灯时 刹车停等红灯 后方车自小客 疑似天雨路滑 刹车不及发生追撞车祸 警方已规定完成测绘照相 呼吁驾驶人应注意车前状况 避免发生追撞事件 警方呼吁民众驾驶汽车机车 切勿贪快随意变换车道 随时注意前车的状况 注意后事件确定安全后 避免发生追撞的情况发生 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凌杰 凤林郑 采访报道